欢迎收听《硅谷101》 那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可以说是 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本商业类的书籍 就是沃尔特·埃萨克森写的《马斯克传》 你能看到了以党在很暴力的中国的专业 他在一个很困难的父亲 他在一场专业的交流业 在一场专业的交流业专业 然后有一个男人专业的刺激 然后他们进入了血泥的血泥 它是在乱专业的专业 这会发生的残酷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聊的是 远渡重阳的创始人孙思远 思远也是马斯克传这本书的译者 哈喽思远你好 你好红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能够提前聊到这本书 很多很多的细节 也是中信出版社下面的一档播客 叫做知本论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 知本论的主理人孙兵杰 哈喽兵杰你好 哈喽红军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今天的录音时间 是在9月4号的晚上 因为这本书是9月12号才上线 所以我在海外 也还并没有拿到这本书 但是我相信 等我们的节目出来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已经可以 在线上来购买这本书了 所以呢今天很荣幸啊 就能够提前跟大家去聊一些这本书的细节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跟思月聊一聊 因为你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的译者 那在翻译的过程中 包括你对埃萨克森的了解 如果你觉得还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提供一下 谢谢主持人 首先如果大家平常读传记类的书比较多的话呢 看到埃萨克森这几个字哈 就应该是无脑冲了 因为他之前的著作全都是绝对的爆款级作品 而且全都是写特别牛的牛人的传记哈 然后埃萨克森这个人哈 他其实以前在美国的媒体学院 其实就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存在 他在传记类具体的这个品类里面 他是泰山北斗中的泰山北斗 所以如果打个不恰到的比方呢 就是埃萨克森其实就是传记类畅销书作者里的埃隆马斯克 也可以拿另外一个比喻哈 就是他是他上一本书那个作者乔布斯传 他是传记类畅销书里的乔布斯 这就提到了他的上一本畅销书哈 就是乔布斯传 其实也是一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书 那这次的马斯克传呢 其实他付出的心血 我觉得肯定是更多的比他上一本书 因为他自己是跟踪式的采访了马斯克两年时间 而且呢不光是采访那些马斯克身边 比较亲近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 其实还包括很多跟马斯克有过矛盾 有过冲突 甚至有过不同意见的人 包括他的父亲 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纠结的存在哈 然后包括他的前妻 前女友 前同事 前会合我人等等等等 这样一批人其实都接受了采访 所以呢这本书呢 我觉得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对我来说的一个吸引力就在于 首先他是来自于一个大神的作品啊 第二呢就是这本书绝对不是一个单方面 吹捧他的一个公关的作品啊 就他不是一个对他逢迎吹捧的作品 如果你读过乔布斯传呢 你肯定知道啊 就埃萨克森自己本人 他的媒体从业者的操守 是非常强的 这本书包括之前的书 他在写书的时候 他在抛出书中的观点和内容的时候 绝对不会只倾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 即便这个人来自于马斯克本人 一些关键的环节和信息上 他一定会多方的去收集信息 有时候呢 你甚至可以在书里面看到 前后两个当事人不同的 截然相反的观点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媒体时候 以前可能常用到的一种技巧 cross reference 对吧 我们不会只寻求一个信源 一定要多个信源去交叉印证 这是我觉得这本书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马斯克本人 是非常非常尊重埃萨克森的 直到今天 马斯克在这本书发布之前 是没有看过这本书 也没有干预过这本书的创作的 中间其实也有些很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当时 其实真的是埃萨克森边写 我们就在边翻 而且他写的时候 他还不断地在改 他第一个版本出来 我们翻完了 结果过了大概一两个月 又来了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把上一个版本 很多内容推翻了 还能看到修改痕迹的那种 这个也无形中 给我们增加了一些工作量 当然加班费就不用给了 毕竟我早于全世界 99.9%的人 读完这本书 自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我稍微补充一个 埃萨克森在写这本书 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小细节点 他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通过一个董事 联系到马斯克的 然后他就跟马斯克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会写一本关于你的传记 但是你没有控制权 就是说这本传记 他不会经过马斯克的审阅 或者不管马斯克 是不是同意 他都会按照他的方式去写 马斯克在这个中间 他是不会在书出版之前看到 也不会去 就是说你要把我塑造成 一个什么样的人的 要求非常的简短 但是非常质地有深 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那马斯克其实很快就同意了 而且在那个电话挂掉以后的 20分钟以后 全世界都知道了 因为马斯克立刻就在跟他谈的时候 就已经把推特发出去了 这个细节点还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就挺有意思的 就感觉我当时看到这个小插曲的时候 我觉得 埃塞克森还有一部分 就被马斯克架到那了 他不写都不行 就昭告天下了当时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思远在提到埃塞克森 故往的这个著作中 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 乔布斯传之外呢 他还写了许多我们知道的名人 比如说爱因斯坦 还有达芬奇的传记 而且品质都非常的高 包括刚刚红军你提到的 马斯克给了埃塞克森 最大的写作的一个自由的限度 而且他不会干涉其中 所以这就保证了 他呈现的这个马斯克 其实是一个 尽可能靠近客观的一个马斯克 他不是说一个吹捧啊 或者是把他塑造成一个造神 这样的一个马斯克 对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他 是因为埃塞克森他一直说 他想成为一个故事的记录者 而不是想成为一个步道者 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步道者 而他想成为一个记录者 另外思远你在分享 你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工作里面 我知道你好像是跟梅耶马斯克 就是那个埃罗马斯克的妈妈 有过一些接触 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当时是因为在19年 我记得当时忠信把梅耶马斯克妈妈的那本新书 也是一本自传 他自己写的 引进国内 当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读了那本书 然后也收获很多 后来在这本书在宣推的时候 我当时就跟梅耶马斯克做过一个连线 其实梅耶自己的故事 就他妈妈的故事也非常的应和 70多岁了现在是一个超级模特 也是营养师 也算是一个创业者吧 就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 但是她其实在养育马斯克的过程中 包括她早期的婚姻生活 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很多挫折 这个其实也连带着影响了马斯克 比如说她跟马斯克的父亲 也是她的前夫 离婚啊 还有一些家暴啊 等等这样的事情 当时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我当时主要聚焦在 马斯克的妈妈是怎么培养出世界首富这个点来问她的 我当时问了她一个问题 因为我对读书这件事比较感兴趣嘛 然后我也比较关注这个话题 所以我当时就问她 我说在也是中信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硅谷钢签侠》的那本书里面 作者就提到说 她两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叫金伯尔 她就说埃隆每天读书 读十个小时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周末呢 她一天可以读完两本书 我当时就问梅耶 我说读书这个习惯是不是你培养的 你是怎么让她爱上读书的 梅耶当时就愣了一下 她一想说不对 马斯克是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想读 另外她还提到一点 略带骄傲地提到一点 说埃隆跟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当她读完任何东西 她就会过目不忘 她说她自己 她说我读完一本书我就忘了 但是埃隆读完 比如说大英百科全书 她就可以过目不忘 她说这个是她最大的区别 然后她自己都很纳闷 她说她怎么会全部记得呢 但是她真的会 可能她纯粹就是天才吧 就是她自己说的 她母亲 她最后说了一句 她说的我们是包括她自己 和她的另外的两个孩子 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我们都为她感到无比骄傲 特别是金波尔和托卡斯 是她的妹妹和弟弟 但是她补了一句 她说 但是他们很高兴 不用像马斯克那样 为这个世界负这么大的责任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 马斯克从任何的意义上来说 他确实是个天才 但是同样这个天才 其实身上背负的东西 也会更多一些 但我觉得其实有一个 更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本书 它的整个的写作过程 其实恰好是 马斯克有了一个主意 说我要收购推特 到整个推特收购案结束 爱萨克森 他是整个跟下来了 两年半的时间 他是把这个 整个的推特收购案 跟下来了 而我们觉得整个推特这事 又是马斯克 在他所有的企业里面 可能是最狗血的一段了 是的 对 挺受争议的一个点 对对对对 思远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斯克收购推特 这个中间 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这个我当时读原书的时候 也觉得特别好玩 书里面讲到这个过程 应该是2022年年初的时候 提到这个事 那一年是对马斯克来说 非常的顺利 就是他当时比较有钱 可能是套现卖了点钱 手上有一堆钱 有钱又有闲 他就有点烧得慌 你是看原书就知道 有点烧得慌 只不过可能对于一般的富豪来说 有钱了之后 可能就豪扯豪宅 九吃肉铃 对吧 但是对马斯克这种精神断位的人来说 这些东西都没意思 所以他当时卖股票 应该是按书里的说法 应该是变现了大概有100亿美金 他当时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他就觉得说 我不想把钱留在银行里 因为跑不过通胀 所以他就问我自己喜欢什么产品 结果答案很简单 就是推特 所以他从2022年的1月份开始 就在秘密地授权他的个人理财的经理 开始买推特的股票 他为什么会喜欢推特呢 其实也跟他早年的经理有关 他是06年 在推特刚开始推出不久之后 就在使用 只不过一开始没有用那么多 他其实是到2011年的12月左右开始 慢慢地发推发得越来越多 就变成了一个中毒用户 结果就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面 作者也在书里面统计 他发了大概有1.9万条推文 就是干什么事都发一发 其中其实很多推文 给他惹了很多麻烦 比如说他当时在18年 发了恋童辟者的推文 包括后来还有自由化资金 有保障等等这样的推文 其实都证明了 他这个动动手指 可以给自己招来很多麻烦 当时爱萨克森其实还问马斯克 说你怎么不克制下自己 结果马斯克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说我就是很喜欢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原话是 自己挖坑自己跳 给自己挖坟 我觉得从这个里面 就看出来 他其实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虐体质 他觉得生活需要乐趣 不能太无聊了 他当时甚至引用了 2000年上映的一部 很有名的电影 叫《决斗士》 那里面有句台词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你不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 用这样一句话来回复了爱萨克森 当然了这些东西是他的一些心路里程 但实际上他真正跟推特发生关系 是在开始买入推特股票之后 被推特发现了 然后推特就很有好的去邀请他 担任董事会的成员 结果他一开始其实也答应了 但是中间他就反悔了 到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 他有一次跟他弟弟金博尔吃饭 他就可能也是对推特做了一些研究吧 就觉得好像现在管理层 他觉得不是很看好 所以他就说一方面 我可以成为董事会成员 去影响他们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加入董事会的基础上 对推特完成收购 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董事会成员的话 其实救不了推特 不如就干脆买了 跟弟弟吃完饭之后 他就直接去了甲骨文创始人 Larry Ellison 夏威夷的私人小岛去度假 他就在度假的途中 就其实一直脑子里面 在想推特的问题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半夜可能喝了点红牛 然后就睡不着觉 翻推特就发现很多名人 就在推特上面排名 粉丝数最多的那几个名人 都不怎么发文了 比如说奥巴马 KD Perry Justin Bieber 他就在凌晨3点半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就发了一条推文 也是一个灵魂拷问 说名人怎么都不发推特了吗 难道推特是要死了吗 他当时是在 其实已经答应要成为 推特董事会成员的时候 突然发了这么一段 结果过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推特当时的首席执行官 就给他很温和 很克制地发了一条消息 说你可以发消息 说推特是不是要死了 但是你这么发 无法帮助我改变推特的现状 结果就是这一条信息 直接把马斯克惹怒了 然后他直接就回怼他 说你这都干成啥了 还没等回复 结果就一键三连说 第一个 我不参加董事会了 对吧 我不玩了 第二个 参加董事会就浪费时间 第三个 我会对推特发出私有话要约 当时其实对于推特的团队来说 非常的莫名其妙 而且非常的觉得很恐惧 当时是艾萨克森对他的评价是 他觉得马斯克当时处于一种 狂躁的情绪当中 所以在这种狂躁情绪之下 他其实会做出一些非常冲动的决定 当然了就后来在书里面 其实马斯克会把收购推特这件事 去做后来的合理化 但是艾萨克森其实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冲动下的决定 当然了既然的话都说了 他就真的跟他的摩根斯坦利的 一个banker发消息 说我真的要收购 你来帮我组织收购的计划 所以当时到4月底左右 就推特董事会和马斯克的律师 就完成了收购计划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甚至当时他还问Larry Allison 就是甲骨文的创始人 问他说你能提供一些融资吗 他也说得比较的大气 他说不是对你提什么要求 但是这笔交易我们已经超额认高了 oversubscribe 所以我必须要踢掉一些参与者 当时Allison也很爽快 他说我可以出10亿美金 或者你说个数 在这个问题中你会发现 这笔交易其实很多人希望参加 包括后来声名扫地的FTX创始人 山姆·弗利德 他觉得推特上面 他可以进行一些区块链的工作 他甚至还跟马斯克说 自己愿意出资50亿美元 当然后来他们俩打了个电话 也没有下文了 但是除了Allison之外 像红杉的麦克尔摩里茨 包括币安交易所 Andreason Horowitz等等 包括还有迪拜的一家基金 还有卡塔尔的基金 这些主权基金 其实他们都想参加交易 当时推特董事会也非常的积极 当时推特的联合创行人杰克多西 就跟马斯克发短信 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促成这笔交易 但是后来其实真正让马斯克反悔 就觉得说不想来干这个事 其实还是有第一市场因素 他觉得他不值那么多钱 他想砍价 说白了就当时想砍一半 当然440亿 他想直接砍50%走 他当时是因为发现 推特里面有大量的机器人 对 推特官方给的一个预估说 机器人和虚假的用户 占可能总数的盘子5% 马斯克不信 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推特的重度用户 他觉得肯定不值这个数 这个各有各的说法 推特的高管就觉得说 马斯克来质一件事 其实是为了他自己撤销这个收购 埋的伏笔 到底马斯克怎么想 这个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但是Anyway就是当时 其实马斯克就开始各种刁难 以这个为借口 包括当时去问推特的高管 包括工程师团队 抛出一连串的灵魂考文 比如说你们软件工程师 每天要写多少代码 你们为什么这么多工程师 你们为什么每年在服务器上 花10亿美金 你们这些功能是怎么排序的 就直接把很多人问的 就非常的尴尬 就是他当时还没有收购 就开始去问他们的工程师了 对 在收购之前 其实就让他们非常难堪了 其实这个应该算 他进去调查这个会议的一部分 就他进去调查的会议中 把两方的关系 就弄得非常的紧张 再加上22年的夏天 整个的经济环境 其实也不太确定 很多的企业的广告支出 其实在下降 当时整个推特的市场环境 是不太好的 因为当时其实除了推特之外 像Facebook 它的股价已经跌了40% Snapchat跌了70% 当时其实推特的实时交易价格 比马斯克贴的那个价格 已经低了30%了 所以马斯克说白了 就觉得自己买贵了 就想要不就退出 要不你就给我打折 他就一直在这个事情上纠结 后来事情我们也都知道 算是被逼着又重返了谈判桌 当然推特也做出一些让步 他们可以降一些价格 但是最后反正还是最终在10月份 就正式完成了这笔交易 中间反正跌宕起伏 但是其实前因后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完成交易之后 其实马斯克内心是很不爽的 所以他在完成之后 立刻进行了疯狂的裁员报复 其实这个书里面看到 就连续几轮裁员 而且是那种带羞辱性质的裁员 收购的交易班机一旦扣动 马上就让一些高管 就这些高管 其实本来就已经准备辞职了 他连给他们辞职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fire掉了 就他必须先发辞职邮件 马斯克的信必须要抢在高管前面 发他才爽 是的 这是他故意干的 这里面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他报复的一种形式 这个案例啊 就是很新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也很多方面 去侧面体现了马斯克这个人的个性 很好玩 我之前就是因为 推特的创始人Jack Dorsey 他是被推特赶出董事会的嘛 其实还有一种猜测啊 就是说那马斯克收购推特 首先他跟Jack Dorsey关系还可以 然后是不是也跟帮助Jack Dorsey 向董事会复仇是有一定关系的 书中有没有提到他跟Jack Dorsey的关系 当然我知道马斯克跟现任的 当时推特的CEO关系非常不好嘛 你刚刚说了 他其实质疑你这周都干嘛了 其实他们在第一次见面以后 马斯克就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好人是没有办法管好一家公司的 是的 这本书里其实没有讲到太多 他跟杰克多西的故事哈 但是他提到了当时的那个CEO 如你所说哈 就是当时他跟那个CEO见完之后 他就说这个人他挺喜欢的 他觉得是个好人 但是呢书里面马上就补了一句说 但是马斯克认为的好人 一般来说不会是一个好CEO的 这是麻烦的开始 因为他觉得一个CEO一定不是讨人喜欢的人 一定是按他的话说是一条喷火的龙 他一定有喷火让人不喜欢 以及督促别人去达到结果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 通常意义上CEO们可能在他眼里 应该都是一些恶棍才对吧 不能是好人 好人是当不了CEO的 嗯 艾萨克森有没有写 你刚刚提到了 马斯克在收购完推特以后 他的心理是非常不爽的 他的这种不爽表现在哪里 就除了他的那些行为动作 战绩作者是怎么知道 马斯克他收购完推特非常不爽的 他有哪些行为表现 除了疯狂的裁员以外 我觉得这个不爽 其实已经不是在收购之后 他体现了 其实在收购之前 谈判中 对谈判中 书里面的比目就非常多了 当时其实马斯克是非常纠结 然后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 包括他有几次跟推特谈好了 后来他又反悔了 谈好了又反悔了 他就是在推特上 他就会实时地去发些东西嘛 后来都会被他律师团队逼着 要么就删帖 要么就去补一些新的推特 去招补一下 比如当时有一条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我要去买曼联球队 其实他是为了玩梗 就是来讽刺一下这件事情 结果呢 他的律师团队赶紧逼着他说 解释一下说 他这个只是开一个玩笑 其实就那段时间 其实让他干了一些 他觉得没有办法 为所欲为的事情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因为 他觉得这个事货不对版吧 买推特这件事 最后对货不对版 然后呢他就反悔了 不想买了 但是呢 毕竟这个大话也说出来了 对吧 又没有退货这个选项 所以就被逼着强买强卖 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概念 当时其实买推特前 他有另外一个选项 他是考虑自己做一个平台的 只不过当时呢 各种机缘巧合 在这让他自己那个时候 确实有钱烧得慌 半推半就 最后其实被强行地买了 这么一个APP 对他来说 其实是非常愤怒的 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他之后毫不掩饰地 把这个愤怒 倾泻在了推特的 当时的管理层 包括推特的工程师团队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后来 从很多的媒体报道上 其实看到很多 很离谱很过分的事 比如说有很积极 很拼命的员工 都睡在推特办公室里了 结果后来还是被踩掉了 我觉得还是挺能 体现他的个性 对 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 他生气的时候的表现是什么 就还蛮好奇的 他是怎么去应对这种 非常压力的状态的 他在收购推特的过程中 有吗 他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呢 推特的时候呢 他主要还是生气 觉得不爽 其实他在其他的一些环节 比如说运营他的SpaceX 运营特斯拉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在工厂里面 对细节的把控非常的细 有的问题 他去问员工 结果发现员工不知道 他就会非常非常生气 直接骂 包括当时有一些成本预算 给到他 拆的不够细 他也会骂得非常非常凶 丝毫不留情面的 这个里面是 艾萨克森就提到 他其实跟贝佐斯 其实也非常像 都是那种骂人不留情面 但是呢 又有非常大的愿景 理想和抱负的人 类似于乔布斯那样的 扭曲现实立场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扭曲现实立场 总会带来一些 额外的属性 比如说骂人 脾气暴躁 但是看起来 至少从这两个人的经历里面 确实能看出来 好像确实是有一定的共性在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可能也是一些 伟大的创新者身上的 一些共性 其实关于这些人 包括红军刚刚提到的 马斯克的内心世界 还有刚刚思源提到的 他跟贝佐斯 他俩的一些交集 等一下在后面展开的故事中 我们还会重点地聊聊 其实刚刚主要是 红军围绕着Twitter 他的生涯中 特别受争议的一个事件 跟我们展开聊了一下 因为我知道 我跟红军之前的 交流过程中 其实不光是国内 包括最先起来的就是国外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 在一两年内特别的火 那我知道你关于 OpenAI方面 也有很多和 马斯克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想要跟思源 因为思源对书里面 谈到的一些案例 其实最了解 你也有想跟他交流的部分 那这一块呢 能不能也结合一下 你在海外 在硅谷对于OpenAI 还有人工智能方面的 一些观察 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对 我其实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现在OpenAI很火 跟着OpenAI一起火的人 还有Sam Eltman 他也算是OpenAI的发起人之一 但是其实在OpenAI成立的最早期 马斯克也是创建者之一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联盟 还有包括Stripe的CTO 但是到现在来看 你看马斯克又成立了一个 叫做XAI的公司 应该来说是跟OpenAI去竞争的 那大家最好奇的一个点就是 马斯克跟Sam Eltman 他们到底是怎么在OpenAI 这件事情上分道扬镳的 我不知道书中有没有提到 有提到 有提到 因为其实人工智能 这条线是贯穿这本书的 比较大的篇幅了 因为十多年来 马斯克一直是很担心 人工智能会失控的 当然了 也有人不同观点 比如说谷歌的联盟创始人 拉里佩奇就觉得 他这个是钱忧天 觉得他只偏爱人类 对吧 他对其他的智能生命体 或者智能体 他觉得他有一些歧视和偏见 所以这两个人 后来就闹掰了 然后马斯克当时其实 一度就试图阻止 佩奇和谷歌去收购 当时DeepMine那个公司 但是DeepMine这个收购 他没有成功阻止 所以当时就2015年的时候 马斯克就跟Sam 就一起成立了OpenAI 当时的一个定位 其实就是一个 非盈利性的实验室 结果在他发展的过程中 他就觉得说 还是会很担心 他一开始担心那个点 就是这些聊天机器人 和人工智能系统 可能会被一些政治思想 或者一些所谓的叫 觉醒文化 心智病毒的这种东西影响 所以拯救世界的那种冲动 他就上头了 他就觉得OpenAI和谷歌 他们是双雄相争 还需要第三者来登场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说 自己明明一开始资助了OpenAI 结果后来还被排除 在这个赛场之外 他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在2023年的2月份 他当时邀请 或者说召唤了Sam 到Twitter给他会面 并且他当时很不客气 他要求Sam 带来当时OpenAI的 初始的一些文件 当面其实对他提出质疑 说为什么他能够合法地 把一个由捐款资助的非盈利性组织 变成了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盈利组织 这个Sam就向马斯克就证明说 我这一切其实都是合法操作 而且他说自己既不是股东 也没有套现 甚至他还向马斯克提供了新公司的股份 但是被马斯克断然拒绝 之后马斯克就对OpenAI和Sam本人 其实就发起了非常猛烈的攻击 包括一些公开的批评 最大的批评就是OpenAI 它明明是一家开源的公司 对吧 是一家非盈利的公司 那目的就是为了跟谷歌去抗衡 结果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封闭源代码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 而且还受制于微软 被微软控制 所以他就说 我为什么捐了1亿美元 干了这么一个事 现在变成300亿美元的 这么一个盈利性公司了 然后他就很不爽 就觉得又陷入了 无情的垄断企业的掌控之下 当然Sam自己本人 这个书里面也提到 他自己也很痛苦 因为他跟马斯克不太一样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而且他很不喜欢冲突 就不喜欢针尖对卖盲 而且他本人 他自己其实没有从OpenAI里面 赚到任何钱 但是他其实对于马斯克 对他的批评 他是觉得马斯克确实是真心的 因为虽然他也觉得 马斯克是个混蛋 这是他的原话 但是他觉得 马斯克确实是为人类未来的处境 而感到担忧和焦虑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他们当年的一些过节 包括他后来 马斯克做了X.AI 那个新公司之后 其实他挖了一批人 包括从谷歌的DeepMind 包括像OpenAI 其实也挖过人 梁子当时结下了 后来其实也会一直在发展中 就这个梁子 还在持续的发展中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 本质上的他自己的价值观 和他对于人工智能 和人类未来的担忧和认知 导致他们两个最后分道扬镳的 你觉得核心是因为 OpenAI变成了一家盈利组织吗 在书里的描述中 对 这个至少是马斯克的 就是他觉得几件事吧 就是他当时违背了 他觉得这个事违背了他的初衷 因为他觉得 他本来就是做一个非盈利组织 结果现在变成盈利组织 还被微软收购 对吧 垄断型组织去收购 所以他到底是对盈利不满 还是对收购不满 因为其实这可以是两个问题 如果是他对微软的收购不满 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是一个商业竞争行为 如果他真的只是对 非盈利到盈利 我们还可以说 这是一个人类理想的问题 好问题 其实书里没有给答案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 两久兼有之 因为他跟 比尔盖茨的关系也不好 所以对 对比尔盖茨的微软收购 应该他也是会很不爽的 我不知道这个里面 到底哪一个成分 占的比例更大 但是我感觉肯定是都有的 但是他们那批 出资成立OpenAI的人 我可以理解 他们其实是没有股份的 对吗 都是没有股份的 这本书里面 倒没有提到太多这件事 但是按Sam的说法 就是他自己 是没有在这身上 赚到钱或者套现的 这个说法 好像很多媒体也报道过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吧 其实关于Sam奥特曼 我还有一个挺感兴趣的话题 也想借此问问红军 前段时间我跟国内科技圈的 一些媒体同行 我们闲聊好吗 聊到马斯克 然后我们就顺势 开了一下脑洞 就是问大家觉得 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马斯克 然后大家一个不约而同的答案 就觉得Sam好像有这个潜力 这是国内对Sam的一个评价 或者是对他的一个预期 我不知道在国外 尤其是在硅谷的这个科技圈 大家对Sam的一个关注度怎么样 他会也觉得Sam有潜力成为下一个马斯克吗 尽管他俩现在的关系不太好 我觉得Sam跟马斯克是本质上的不一样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 他开创了很多行业 比如说像电动汽车 火箭的可回收SpaceX这些 但是如果来对比Sam Altman的话 我觉得Sam他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他应该被归纳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 就是他在早年自己在做 我印象中当时应该是一个 手机地理位置的移动应用的时候 他的那个创业项目并不成功 但是他赚到了500万美元 在Sam Altman的职业生涯中 最欣赏他的人 也是真正给他机会的人 应该是YC的创始人Paul Graham Paul是这样点评Sam的 他觉得Sam是一个 极度擅长于掌控权力的人 他就说如果你把Sam Altman 抛到某个食人族的岛上 然后五年之后你再回来 你就会发现他是这个食人族的岛主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方面 其实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看Sam Altman在OpenAI做的事情 他是非常擅长于资本的联合的 比如说帮OpenAI去找钱 其实微软最开始 可能他也不是想去投OpenAI的 但是他还是打开了这个口子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向上来说 Sam Altman跟马斯克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人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 非常相似的特质 他们的理想都很宏大 张口闭口都是人类的未来 而不是说我要去赚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打动Sam的 你看他也不拿OpenAI的股份 他不从这件事情上赚钱 他要的是权利 这个观察还挺有趣的 提到了很特别的一点 在核心竞争力上 创造力这一块 马斯克特别擅长的这一点 可能Sam Altman跟他的这一点 差距还挺大的 这个倒是我们之前可能 在国内的这个观察中忽略的一点 但Sam非常非常的聪明 思维极快 对 这倒是 对 其实接下来是我的播客 可能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因为我们在硅谷嘛 然后我们知道硅谷的这几大富豪 跟科技巨头的创始人 关系可能都不怎么好 比如说比尔盖茨 他其实就有做空特斯拉 我很好奇当时马斯克的反应 或者点评是什么 其实他跟盖茨的故事特别好玩 其实他们俩呢 从一开始来说 就是两个硬核科技男嘛 都是白手起家创业 也都成为了世界首富 对吧 其实大家都还是彼此有好感的 当时其实是在2022年的时候 马斯克就卖股票嘛 套现了57亿美金 然后就投到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盖茨其实他退出微软之后 就一直在搞慈善嘛 他都把巴菲特搞成裸卷了 对吧 然后他一看 这么多钱 你来投我多好 所以当时他就主动约了马斯克 他们在德州的 那个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就见面嘛 盖茨其实是比较认可 特斯拉的流水线 然后呢 也很佩服他那个星链 但是呢 有几个关键问题 这两哥们就杠上了 盖茨觉得电池呢 这个事儿是永远没有办法 为那种大型的半挂卡车 去提供动力的 他觉得太阳能也不会成为 解决气候问题的 主要技术路线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他觉得火星移民 是一个很不靠谱的 一个想法 马斯克呢 肯定就你来我往啊 参观结束之后 马斯克直接就觉得说 你大部分的慈善 其实都是bullshit 这个时候盖茨 其实皮起来挺好啊 他就说 那我给你看五个慈善项目 是吧 每个一亿美金 包括什么治疗症病啊 转基因啊 学校啊 难民啊等等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 聊到了做空这件事上 当时盖茨虽然做空了特斯拉 但他其实损失惨重啊 亏了15亿美金 盖茨自己说 说这个马斯克 一听说盖茨做空了特斯拉 就突然就对他 变得非常的刻薄 虽然当时盖茨 也给他道歉了啊 但是其实没什么用 其实埃萨克森 当时也问盖茨 你为什么要做空特斯拉呢 你还找人家要钱 对吧 当时盖茨的回答是说 他计算出电动车的市场 即将供大于求 所以价格会下跌 他把这个答案 给到埃萨克森 其实当时埃萨克森 也没有明白说 那你这个啥意思呢 后来埃萨克森自己想了下 哦 他明白了 原来是盖茨觉得 做空特斯拉可以赚钱 哎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 马斯克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他就直接就说 盖茨很虚伪 因为一个人一直在关心慈善 对吧 一直在关心气候变化 但是又一边在对 对气候变化 贡献最多的企业之一 特斯拉在做空 那这不就互相矛盾吗 对吧 所以他就对这个事 其实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他们分别之后呢 其实盖茨就一直没有死刑嘛 就想说 哎 我这五个慈善项目 你要不要来讨一讨 对吧 当时他就四月中旬 又联系了马斯克 然后还发了他们慈善项目的 一些比较长的文件 还是盖茨亲自写的 结果呢 马斯克非常冷冰冰的 回了一句话说 你是不是还在做空特斯拉 盖茨当时就回答说 嗯 很抱歉 我还没有清空 但是呢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慈善学校哪些可以合作 然后马斯克当时 非常斩钉截铁的说 只要你还做空特斯拉 我就不跟你谈 甚至哈 当时他很生气 他在推特上就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面就是盖茨 穿着一个高尔夫球的衣服 肚子圆滚滚的 然后他的评论的话术 也是一个限制级的语言 我就不做转述了 如果他不删帖的话 应该还能找到 他其实是心里面 还是非常的 就对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介意 其实我觉得哈 就从对两人的交流过程来说 我觉得盖茨这个人 是很现实的 而且比较的事故哈 也没那么多理想主义 他可能有自己的理想主义 但是他的理想主义 跟马斯克理想主义 是两码事儿 而且绝对不是什么 星辰大海 而且他分得很清楚 特斯拉他其实 不管你是个啥 他只管说 我能不能在上面挣到钱 对吧 但他同时 确实他也很关心 自己的慈善事业 那马斯克就觉得 这个他接受不了 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对吧 你做空我 做空这么伪君子的做法 做空我 对人类的未来的发展 最有帮助的企业之一 同时你还叫我要钱 这个他就觉得挺奇葩的 当然这一把 我是占马斯克的 我觉得盖茨确实挺奇葩的 就像我们做公司的 有另外一家公司老板 一边在法庭上起诉我 告我 然后一边跟我喝酒 称兄道弟是吧 甚至还找我借钱 这个就很扯淡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盖茨心也是很大 一边做空别人 然后一边又邀请别人 给你捐钱 对啊 挺伤人思维的 其实 对 这个做生意的人 通用的一个方法 是是是 既然已经聊到了 他跟比尔盖茨的纠葛 我就顺势八卦一下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些大佬之间的 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涉及到马斯克的 朋友圈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书里面 也花了一个 不少的一个篇幅 就讲 同样和他都对 太空感兴趣的 一个贝佐斯之间的故事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 他们两个真的是 一直在相爱相杀 他们其实早在 04年就互相认识了 当时贝佐斯是 接受马斯克的邀请 去参观了SpaceX 后来呢 我觉得贝佐斯这个人 也是那种 挺大大咧咧的 后来他就有一天 突然就收到马斯克的邮件 向他表达了 说他很生气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邀请你来参观 我的公司 结果你不要 我去参观你的蓝色起源 然后他就很生气 给他发了一封抗议邮件 然后贝佐斯就 马上就邀请了他 结果 马斯克跟自己 当时的妻子 贾斯汀就飞过去 参观了蓝色起源 还跟贝佐斯跟他 当时的太太 一起共进晚餐 他们两个在晚餐上 就会有些争风相对了 因为他们其实在 做太空这个领域的 技术路线和最终的想法 技术路线上 是有很大差别 所以当时呢 马斯克就给贝佐斯 教育他 就说 你们这条路 我们试过了 你们走不通 别重蹈覆辙了 贝佐斯当时就回忆 就说 当时马斯克好像还没有 成功发射火箭 你就来教育我 你算老几 所以他当时其实就觉得 马斯克又有点 过于的自信了 他们其实之间 还有一些 比较友善的互动 比如说当时 马斯克就请贝佐斯 安排亚马逊 对他当时的老婆 贾斯汀出了一本新书 做些点评 贝佐斯呢 虽然就还是 比较客观中立的态度 不允许亚马逊 作为一个公司 去评论什么 但是呢 他自己亲自 写了一篇读者评论 赞赏了一下这本书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一开始还是比较友善的 直到 我觉得这个梁子 真正结下 应该是在2011年 就当时 SpaceX其实拿下了 一系列NASA的合同 当时他需要租 著名的39A号发射台 就公开招标嘛 贝佐斯呢 一来是出于 个人的情感 二来也是出于 一些实际的考量 他就要跟 马斯克去竞标 结果这一竞标 就把马斯克给惹成奇了 直接就说 贝佐斯的公司 连牙签都没有 送进到太空轨道 贝佐斯的火箭 只能含射到 大气层的边缘 然后掉回来 就各种嘲讽啊 最后 马斯克赢下了 这次的公开招标 贝佐斯呢 退了求其次 就租下了 旁边的一个发射台 所以呢 他们俩 其实从那个时候 开始结梁子 商业竞争 等等等等 就开启了 互相嘲讽的模式 当然这个里面 其实也会有一些 互相的 发自内心的 欣赏的一些缓解啊 比如说当时 有一次晚宴 当时主办方 介绍和吹捧一下马斯克 贝佐斯其实当时 是带头起立鼓掌 但是呢 这个哥们也很有意思 他鼓掌同时 那段时间 他其实也在 进行一场竞争 就在申请一个 对他的技术 申请一个新的专利 申请专利之后呢 其实马斯克 看完这个申请专利 他结果又被惹怒了 这个玩意儿 就是非常的 就觉得说 他不应该 去申请这个东西 觉得很荒谬 SpaceX就开始申诉 就要求他撤销 结果第二年 贝佐斯没有办法 真的就撤销了 这个专利 这个其实又进一步 加强了两个人之间的 互相的竞争吧 反正这个中间 就是来来回回 你来我往 就是有不断的这种 因为毕竟是同一个赛道啊 然后又是直接的 对手的关系 所以这个很正常 包括他们两家 互相发射火箭 对吧 发射火箭完之后 他们有的时候 会去互相的恭喜一下 恭吻一下 有时候又是互相嘲讽 所以我觉得 他们是那种 亦敌亦友 但同时又确实 还是比较互相欣赏 因为这本书里的作者 艾萨克森其实也在说 贝索斯跟马斯克 在很多方面 其实很像 他们都是靠着激情 创新和强大的意志力 去颠覆行业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都对员工很粗鲁 而且经常会把 愚蠢这两个字 挂在嘴边 谁敢惹他们 怀疑他们 反对他们 他们就会迅速地翻脸 甚至就是 印象很深的一个点 就是当时有人问贝索斯 知不知道利润 这个单词怎么拼携 就是大家都知道 亚马逊写了 十几年的股东信 每封信的开头都是 It's all about long term 永远都是关于长期 对他其实不太在意 利润这件事 所以他当时给的答案是说 利润这个单词的英文 正确的拼写是profit 对吧 他用了同样的读音 但是用了另一个单词 profit就是 P-R-O-P-H-E-T 先知的那个词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个人很有个性的一面 这点我觉得还是一种 惺惺相惜又互相竞争 然后又有点小孩子气的 互相的挖苦嘲讽的 这么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两个人 还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 是他们真的对火箭 跟太空是真爱 这个可能就决定了 他们的关系里面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 彼此欣赏的关系在里面的 马斯克之前有提到 他在硅谷的时候 他会经常住在 谷歌的两位创始人 拉里佩奇跟 谢尔盖布林的家里面 书中有没有提到 他跟拉里佩奇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桥段还真不多 我印象中没有太多提到 跟谷歌创始人的这个桥段 跟扎克伯格呢 书里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OK 因为在书成稿的时候吧 他跟扎克伯格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 闹得沸沸扬扬 还没开始掐架呢 是的 对他们其实是在 2014年就掐过家 其实跟这一轮的 整个的人工智能的浪潮 是非常相关的 我记得是扎克伯格 他想邀请马斯克 去他家吃饭 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而且扎克伯格是很隆重的 就为什么呢 是因为 马斯克当时是已经在媒体上 大肆去宣传 人工智能威胁论了 他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 最终可能毁灭世界 那扎克伯格当时的背景是 他刚刚成立自己的 Facebook的人工智能研究院 那为什么成立呢 其实这件事情又回到 刚刚思远在片头提到的 因为谷歌收购了Deepmind 其实谷歌收购Deepmind的时候 Deepmind里面有一位股东 叫Peter Thiel 他也是Facebook的 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其实Facebook是 很早就知道 Deepmind这家公司 然后他们出的价格 让Deepmind的 创始人套现的机会 是谷歌出价的两倍 但是Deepmind的 把Facebook给拒绝了 这个拒绝的原因非常重要 后面涉及到 马斯克跟扎克伯格的矛盾的 一个非常根源性的问题 就是Deepmind的选择 接受offer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收购方必须要保证 设立一个独立的道德委员会 来监督他们使用 通用人工智能 否则他们就不会出手 那其实就是说 你要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那扎克伯格就是 宁愿错失这么大的收购 他也不觉得 人工智能是问题 但是马斯克就到处说 人工智能威胁论 他就把马斯克拉到 自己家里来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想说服一个人 去改变自己的观点 说人工智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事情就闹得 非常的不欢而散了 之后马斯克也是 做了一些非常过分的事情 就是扎克伯格是 刚挖了一堆 人工智能的专家 包括纽约大学的 燕勒困过来 马斯克吃完饭没几天 就开始跟燕勒困打电话 说我们特斯拉 在做自动驾驶汽车 你觉得应该找谁 来负责这个事 还把Facebook新成立的 这个研究院的核心成员 都给打了一遍电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他们当时 这个关系不好 已经种下了一个种子 那加上之后 Twitter跟Thread的事情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种子了 总之我觉得 马斯克跟这些 硅谷大佬的故事 应该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谢谢你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关于这场约架之前的 一个前传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 就性格上的 我觉得跟普通人 或者是我们 理想中的那种性格 不太相同的一点是 我觉得一些 能做出成就的一个创新者 他身上多多少少 有一些相似点 我记得乔布斯 他之前就说过说 只有疯狂到认为 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改变世界 我觉得这一点 在马斯克身上 可能也有体现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尽管我没有看完 但是我在《非夜》上 看到有一句 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 还挺中肯的 他说 对于所有被我冒犯的人 我只想对你们说 我重新发明了电动汽车 我要用火箭 把人送上火星 但是我如果是个 随和放松的普通人 我还能做到这一些吗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 跟马斯克更深层的性格相关的 他内心世界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是什么塑造了马斯克 有一点 其实大家比较常提起的一点 就是他好像是患有自闭症 阿斯伯格综合症 他在书中 有没有正面地承认这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艾萨克森 有没有重点地 把这个作业 对他性格背书的一个要点 对 这个其实让我也挺惊讶 就这本书开篇 就讲到了这件事情 马斯克其实后来自己也承认 甚至是一种半开玩笑 很轻松的语系 他就承认自己 其实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 阿斯伯格我不知道这个症 大家了不了解 就是自闭症嘛 说通俗点 但是这个病其实也分类型 就分低功能和高功能 高功能就是那种 所谓我们叫天才病 就他有一些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比如说记忆力 逻辑 数理 非常非常强 但是呢 他有一部分功能就非常低下 就是与人打交道 对吧 理解人际关系 情感连接 包括自我的控制 包括社交技能也会非常差 他的母亲就梅耶 当时就说 马斯克小时候 其实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确诊 当然了 这个小时候也没法确诊 就如果你了解这个病的话 你知道这个病年龄不够大的话 没法真正确诊 但是呢 他母亲也说 马斯克自己都说自己有阿斯伯格 梅耶就说 他相信他是对的 他觉得马斯克确实不懂人情世故 别人说什么事 他就直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对吧 比起那些800个新眼子的人 那真的不知道少了多少个段位 马斯克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他通过读书 他才能够去理解很多时候 人他可能会心口不一 然后他自己也是因为 这样的一些病症的缘故 他会去偏爱那些更精确的东西 比如说工程学 物理学 密码学 他自己本人其实心理特征也是比较复杂 也很情绪化 包括他自己从小的生长环境 他也一直是在一个很孤独的状态 然后我也觉得这种孤独的状态 其实反向塑造了他 就是他对于跟工程学相关的 他非常非常的擅长 但是跟人际打交道的就一塌糊涂 那我觉得从他做的公司里面也能看出 所有的公司其实都还蛮成功的 就除了推特对吧 推特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一个场合 他其实做的是挺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跟他的成长经历 还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胡君你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方面 是不是也有挺好奇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俩交流过 我说你们长期关注海外科技圈的这一块 如果是谈到马斯克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们说其实对于具体 他做的这些项目或者事情的关注度 相比来说要弱于对他内心世界的一个关注 所以你们对他的这个内心好像更感兴趣 对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在硅谷 跟他的推特跟得比较紧的话 基本上他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那其实我们都很好奇的是 马斯克他经常在推特上会发一些不当的言论 然后给公司带来很多的麻烦 他是不是为自己的性格或者他的这种冲动苦恼过 他有没有有意识地去努力去弥补他的这些性格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我直接给结论 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去弥补这件事的 他反而其实在放大和享受 尤其是他把推特买下来之后 按照书里的话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 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会被霸凌的那种 但是现在他拥有了整个操场 拥有了整个游乐场 他是国王 他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 到后来他其实越发地不加修饰 也不加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他是在完全跟着自己内心在走 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刚才提到他的性格 就跟他的成长经历就太有关系了 他其实在很长时间内 小时候他是班里面年纪最小 个头最矮的学生 又不懂人情世故 不懂共情 又不会取悦别人 结果就是有些小混混就经常盯上他 经常打他 而且是打脸的那种 就经常就鼻子比如说打断啊什么之类的 甚至有一次书里提到在一次校园的一个集会上 结果呢大家就一起玩嘛 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撞到了马斯克 结果马斯克就一把把他推了回去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骂 中间可能是客厅休息哈 那个男孩就找到马斯克 直接在他身后靠近一脚把他脑袋给踢中啊 直接把他推下了一个水泥台阶 又骑在他的身上不停的打 而且打头 他的弟弟金伯尔说 打完之后他甚至已经认不出来那是马斯克的脸啊 就是一个肿胀的肉球 就几乎看不清他的眼睛 他后来被送到医院去 一个星期是没有上学的 而且他几十年之后还在做矫正手术 来修复鼻子内部的组织 这些经历其实对他的一生都还是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但是呢这些影响跟他的父亲从小对他的影响来说 那都是小屋见大屋了 就他父亲其实从小也是会有点PV他了 会打他对吧 家庭暴力 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 各种的不认可 其实哪怕他到后来成功之后 也同样不认可 包括那个霸凌事件 就学校他被打了之后 其实他的父亲是站在了那个打他的人那一边的 他跟马斯克说 那个孩子的父亲刚刚自杀 你为什么还说人家蠢对吧 马斯克总是说别人蠢 那我怎么能关那个孩子呢 结果艾龙从医院回来之后 他父亲直接就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骂他一个小时 而且说他是白痴 各种大喊大叫 说他一无是处 父亲对他 包括他的另外的孩子 其实是毫无同情心的一个状态 包括艾罗尔马斯克 就是他的父亲 也是一个心情阴晴不定的人 就有时候他心情好的时候 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勤朗 有时候又会变得非常的恶毒 相信阴谋论 沉迷于幻想 瞬间会做转换的那种 这个其实后来 马斯克身边的亲密的那些人 都表达过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其实从 马斯克身上是看到了 他父亲影子的 即便马斯克自己再讨厌 他的父亲 也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从小潜移默化的印象 他最团人 最终他也身上难逃那些他的影子 马斯克也会经常会陷入 所谓的叫恶魔模式嘛 就是跟他父亲一样 很暴躁啊什么的 甚至于说他的第一任妻子 有时候在马斯克陷入不好的状态的时候 他会说 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 很直败地就告诉马斯克 我觉得他的父亲 家庭 成长环境 包括他的阿斯伯格综合症 其实是对他的一生 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我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人如果说他小时候 或者说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那么顺的话 他可能会收敛 一般如果你不会跟人打交道 那你多接受几次社会的毒打 你就会跟人打交道了呀 你就会取别别人了呀 对吧 你就会韬光养灰了 但是马斯克他 我觉得他还是人生很顺的 大学之后马上就创业成功 拿了这么多钱 然后一路又做得很成功 所以他其实是丝毫 没有去压制自己性格里的 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呢 其实你反过来看 这些性格里的东西 反向其实也塑造了 他更大的成功 如果他是一个循规蹈矩 对人和善 凡事都战天顾厚的人 他其实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情 他会成为一个温和的普通人 他是不是跟他母亲 还有他弟弟的关系很好 是的 他除了跟他父亲关系不好之外 跟他的其他家人关系都很好 但是我很奇怪的就是 刚刚讲了这么多他的经历 把他塑造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包括为人处事的形象 他这点用在他做的事情上面 是没有问题的 这反而会迫使他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有动力 但是我很难想象他怎么处理 跟人交往的关系 尤其是他的亲密关系 就像洪军刚刚提的他跟母亲弟弟 甚至是他伴侣的这些孩子 等等的关系 我觉得挺难想象的 其实他处理这些处理得很不好 跟另外一位同等级别的乔布斯 是差不多的 当然程度和具体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都其实一团糟 就是他的伴侣 其实会跟他有很多的争执也好 不愉快的经历也好 其实都会有 包括他当时因为 长尼德普和他的前妻的事 其实也惹了一身骚 当时也是那个事 对他也影响挺大的 安伯在这本书里也被提到了 而且所有人都觉得 安伯这个人是一个祸害 也是一个有黑暗特质的一个人 会让马斯克那种黑暗特质 更加的凸显 但是马斯克又是这样一种人 就是他可能会在人的一生中 他会不自觉地吸引这样的人 到自己身边 因为可能他自己身上 就有这样的人的影子 无论你看他处理亲子关系 可能他唯一处理比较好 还是他跟他母亲的关系 是处理的最好的 但是他跟他的父亲 一路分分合合到最后真的是彻底闹掰 互相瞧不起 互相骂 他跟他的孩子之间 他有一个孩子 是做了变性手术 而且不认马斯克了 包括他早年 他因为两个孩子 是流产还是死去了 我忘记了 反正就没有存活下来 他就报复性地走极端 就是狂生孩子 甚至就是 比如说他们公司的女性高管 找马斯克要精子 马斯克都同意 就把自己精子给对方 然后让他去做试管婴儿 或者体外受孕那种 到这种程度 就挺极端的吧 这个不太像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也是精神世界 达到这种高度人 他也不太会去太在意 这种俗世的 繁文乳节也好啊 或者说婚姻的约束也好啊 他可能更多的还是遵循自己内心吧 包括他觉得自己的基因 可能要更多的留下来 对吧 这个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想法 马斯克他有比较亲密的恋爱关系 或者说处理的比较好 比较甜的那些恋爱吗 也有 包括他跟格莱姆斯 其实还是关系非常好的 格莱姆斯其实也会去讲一些 其他人不敢讲 也不能讲的话 但是就这种呢 往往其实无法持续太久 一般会有一个时间周期 因为马斯克这个人 本身也是一个忽冷忽热的人啊 就他的冷热转换非常的快 所以呢 能够持续几年 就已经真的算不错了 这个其实也是 阿斯伯克中国中国人的一个通病啊 就是这种维护长久的亲密关系 其实他们做的并不好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又 那么有钱 那么成功 对吧 他也更不需要去顾忌 很多的俗世上的这种家庭责任啊 或者说作为一个伴侣和丈夫的责任 他其实压根也不需要顾忌这些东西 他完全是随着自己内心来的 喜欢就干 不喜欢就不干 马斯克会同时有几个女朋友 这种情况出现吗 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讲 他有比如脚踏几条船 或者出轨的具体的字眼啊 但是呢他有提到 确实有露水情人 可能有过只是短暂的亲密关系的这种 但是他没有讲这个露水情人的前提 是说他已经有稳定的伴侣关系的情况下 有的露水情人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读者自己去找一下 对一下时间线其实就知道了 其实另一个我觉得我们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他跟他孩子们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有创建一所自己的教育学校的 然后也会把他的孩子送到他自己的学校里面去接受教育 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他对教育的看法 教育这件事呢 我觉得他还是挺重视自己基因的一个延续吧 第一他生了很多孩子嘛 第二呢就是他自己有一些孩子他是很喜欢的 比如说那个X他会一直待在身边 真的是会去到比如说SpaceX的发射基地 或者特斯拉的工厂 可能就让他在地上爬来爬去走来走去的那种 这些孩子确实有一些也真的是有他的基因 在一些比如说工程学数学物理的学科上 确实展露出了自己的天赋 但是我其实并不觉得 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讲他育儿啊 或者说讲他教育的篇幅非常少 所以不太能够梳理出说 他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教育的脉络 但是我感觉哈 他还是一个比较放养的状态 我觉得跟他自己小时候的状态还挺像的 因为他当时父母离婚嘛 然后他母亲陪着他去加拿大 然后他母亲因为要打工养活三个孩子 所以白天其实没有时间管他们的 当时我跟马斯克的母亲聊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到就问他 你对孩子怎么教育 他就说我觉得他们自己独立啊 甚至他当时提到说 马斯克当时一个什么申请的入学的一个文档 一个文件他都没有看过 甚至连签字都是马斯克自己模仿签字的 然后就把材料给递上去 就完全不管他们 但反倒就这种不管 其实跟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 让他们其实也学会了独立自主 最后相当于自己去探求自己内心嘛 就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没有大人的干预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现在马斯克虽然在里面 看不到太多他的教育的脉络 但是我感觉他也不怎么管 也不太有时间管他的子女 就是一些节假日 他会提到他可能确实会跟子女去团聚 但是你想那么大一家子 他能给哪一个孩子有特别多的时间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去关注孩子 或者说像一个正常父亲一样 哪怕说卷孩子 鸡孩子 这种应该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他是不是跟他弟弟的关系还不错 对 他看他弟弟关系非常好 因为早年就是一起创业的 他们第一家公司就是一起做的 包括后来在特斯拉的时候 他弟弟也一直在帮他 哪怕在推特收购的环节 他也一直在寻求他弟弟的意见 他甚至还邀请他弟弟来参与 推特的投资 他弟弟拒绝了 他们一直关系是非常好的 当然中间会有些波折 比如说马斯克陷入一些 个人危机的时候 他会去跟弟弟可能翻脸 包括他们从小直接打架了 但是这种亲兄弟嘛 你怎么打就会打不散 他们还是关系非常的亲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挺温馨的一条线 对 然后刚刚提到 马斯克的硅谷朋友圈的时候 其实他之前跟谷歌的创始人 希尔盖布林也闹过 也是因为女人的事情 我看他在推特的融资中 其实他跟Larry要钱 也是非常直接的 就据说Larry Allison 甲骨文的创始人 也是他的好友 就你觉得他身边 真正的朋友会有那些呢 这个都没有具体的刻意讲 但是呢他提到说 马斯克早年成名之后 他是非常热衷于参加 所谓的上流社会的活动的 就是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啊 名人啊 他是非常热衷于去 跟这些人打成一片 所以他有很多名人的朋友 但是你说这些人里面 真的有那些好友或者挚友 这个真的是很难讲 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的关系 其实很难 长期会是一段很好的友情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其实提到一个就是 Larry Allison 甲骨文的创始人 对甲骨文的创始人 确实是他的亲密的好朋友 这是埃萨克森 给的一个定性的描述 而且Allison是 只加入了两家公司的董事会 一家是苹果 一家是特斯拉 他同时也是乔布斯 和马斯克的亲密好友 而且这两个人很有意思 这两个人都有强迫症 都有阿斯伯格的潜质 是不是我觉得Allison 是非常善于 跟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 去交朋友的这么一个人 是专制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一个人 对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人还是蛮好玩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真正的朋友 我觉得更多就是这些大佬 肯定他们都互相打交道 互相认识 更多还是一些亦敌亦友吧 就是而论事的这么一种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看到 其实Larry的关系 可能是一个比较超越 只是做事这个层面的 更多还是可能人与人之间 确实很喜欢 如果说他跟Larry的关系这么好的话 你记不记得马斯克在发给Larry的那条短信 Larry不是说他要认购10亿吗 然后我记得马斯克当时有加一句说 其实已经超额认购了 但是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并没有 对不对 对 他就是习惯性的PUA嘛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指摘他 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是硅谷 创业公司的常规操作嘛 就包括我们比如说出去融资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这其实也是YC的套路嘛 他会教所有的创业公司说 你去外面融资说 我们已经超过了 我们已经over-subscribe了 你要不要来一点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伎俩 就一直在用而已 对有意思 因为思远刚刚你一直在提PUA这件事情啊 马斯克他是怎么去PUA他身边的人的 因为我知道在艾萨克森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是一直在跟着马斯克的 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坐在那里 感觉到马斯克已经要发火了 他会把这个人撕得很惨 我还蛮想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直接举例吧 比如说在19年的时候 他当时准备做robotaxi 自动驾驶版的出租车 他就一定设一个时间节点 逼着团队就一定把这个设计干了 其实这个设的时间节点是不切时机的 基本上如果你要干的话 你就真的全员得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的这样的工作 当然他会提一个很高的愿景和理想 就是说我干这个事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 但是他PUA别人说 他其实也在PUA自己 他也会把自己逼疯 所以其实他的员工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意见 因为他确实做到了身先士卒 就这点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你不能说光是把我让你干活 你给我拼死了干 我不干 他不是这种人 他是你给我拼死干活 但是我也会拼死干活 我可能还会睡在工厂里面 陪着你一起 这个我觉得是他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可取的一个点 就是老板比员工更卷 对 就是大家互相比谁更卷 这种环节还有很多 比如说SpaceX 2020年的时候 当时已经把宇航员送进了空间站了 而且做得很好了 那一年10月就发射了一次新的任务之后 他当时深夜就去了他们的发射台 结果他去了之后就发现 怎么现场只有两个人在工作 他一下就内心的那股劲就上来了 他其实对大家的期望就是 你必须跟我一样高强度的工作 一点都不懈怠对吧 他当时就问在发射台负责发射的一个副总裁 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接近800名员工 那为什么我现在只看到两个人在工作 然后他就直接给这个副总裁 48个小时的时间 让他准备一份报告 说清楚每个员工都应该干什么 结果那个副总裁当时就很懵嘛 就有点答废所问 马斯克就说 这个指望不上你吧 我自己来 他就真的就进入到 他们那个发射台基地的机库里面 真的是昼夜不停地就开始工作 这样的桥段其实在之前的 比如说他在内华达和特斯拉工厂里面 也出现过 包括他在推特公司里面也出现过 艾萨克森当时也说 说这种身先士足的状态 可能也有一点表演性质 所以你回头来看 可能这也是PUA的一种 但是呢他确实付出了 这个比你那些连表演都不表演人 那还是强很多的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挑剔的 他确实做到了 所以你说他PUA吧 人家那还真的是身体力行在PUA 这件事做得很认真的 就算是表演也表演得很认真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咱们学习的 你不能当甩手掌柜对吧 如果一件事情真的做杂了 就比如说火箭发射失败了 或者某个零部件生产失败了 马斯克会怎么样 那一定是把你骂得体无完肤 就是直接白痴蠢蛋 就这样的带张字的话 一定会骂出来 人生攻击 到最后一定会把你羞辱到 觉得带不下去 这件事其实他身边很多人都了解了 包括连比尔盖茨都了解这件事 当时马斯克很刻薄地对待比尔盖茨的时候 比尔盖茨说 反正他对别人也都是这样 我也无所谓了 他都自己安慰自己了的那种 马斯克如果用一个不太专业的话术来说的话 就在其实所有的人眼里 他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asshole 就是一个混蛋 但是能成事 这个跟乔布斯也很像 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 是不是要成事就得成为混蛋呢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对这个话题也有问号 OK 跟这样的老板共事 或者给这样的人打工好难啊 是的 非常之难 能够跟他工作下的人 我觉得都还真不是普通人 我觉得我现在佩服的不是马斯克 倒是佩服那些 能够在他手下工作的这些人 是的 对 所以硅谷圈子里面 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如果你能跟马斯克一起工作三个月 还没有辞职的话 你就完成了一个里程碑 无敌了 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有听到过另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之前有采访过一个SpaceX的高管 其实我们知道SpaceX早年的创业故事 是非常非常艰辛的 尤其是之前的两次大的火箭发射失败 然后那个高管就说火箭发射失败 全都是他们部门的责任 而且他立的那个部门 然后我就问 我说那当时马斯克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他的反馈是 马斯克是初期的平静 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压力很大 他很焦虑 但他很平静 他是在去找问题 而不是在发现情绪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跟我听到的 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不通的事 像SpaceX发射这种事 他不会去怪任何人 因为这个是他的ownership 就是他把这个事take到自己身上了 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就无论成不成 他都是那个最终责任人 所以如果说是出了问题的话 那他也不会去怪下面人 而是会怪自己 其实无形中也在自虐了 说白了 就如果他能愿意甩锅的话 太多人可以甩了 但是他其实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至少这个书里面 我是没有看到 他去甩锅给别人 说你没有干好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桥段 他主要还是说 所有事情还是把它当自己的事情 自己是最终的那个责任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当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leader的话 你首先得有这个特质 就是你得承担最终的责任 你可以最后去找下面员工去找问题 但是最终的责任就只有你来承担 所以你就得接受这所有的事情 我有很好奇的一个点 我想问问思远 其实对于你来说 作为一个翻译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翻译马斯克这本书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重新走进这个人的生命历程 重新认识他一回的一个过程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有哪一点是远远的特别更新了 你之前对马斯克的一个印象的方面 你觉得马斯克是属于人类的一个特例吗 就他身上有可以给我们普通人 以借鉴的一些地方吗 其实我作为一个创业者 其实我学到的东西在于 他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做法 根源来说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怎么样用第一性原理解决问题 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些他在做事的时候 那种工作狂的状态 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特质 他很多事情很多任务 其实正常上下你是觉得他是无法完成的 但是他会强行设置一个期限 然后倒推逼着来完成 再像他有时候这种适时的一些装腔做事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也不要觉得大佬们都很老实 他们其实也不太老实 或者说因为他们不太老实 所以他们做的还挺好 包括他还有很多对细节和流程的把控 这个是让我觉得挺惊叹的 他对于比如说特斯拉的工厂 对于SpaceX工厂里面的工艺流程的那种了解程度 包括他自己在特斯拉工厂里面 他一直在不断念叨的那个词 就是the algorithm 就是这个算法这个词 他其实一直在提这个词 算法这个词 他其实总结了五条所谓的戒律 包括质疑美项要求 删除不必要的东西 简化 优化 加快周转周期 去做更多的自动化 这些其实都对我帮助非常非常大 当然如果你不是创业者 你可能是一个普通职场人 那你至少能学到 比如说老板交代我一个任务 那我不一定看到任务 我就直接做了 对吧 我先去质疑一下这个任务 有没有更优的方式去解决 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或者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我都可以质疑一下 这个其实也对普通人有帮助 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 虽然马斯克没有讲太多育儿的经历 但是你看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包括一些人生选择上 选择必努力重要 这本书里面其实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对的时间一定要干对的事情 如果你错过了 你努力十倍 其实也达不到 你想要达到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东西很多很多 而且这本书的篇幅极其直长 是很值得大家去细品的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涉及到刚刚我们聊到 马斯克的内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么多公司 就马斯克他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是什么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像乔布斯 你提起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一生的重心 都放在苹果这一家公司上 但是马斯克你看 有的时候你都无法拎出 哪一个公司是他的代表作 特斯拉是 然后SpaceX是 后来我们可能还无法预计 他又会创造出什么东西来 对我觉得这个事吧 他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 确实是我觉得他的性格使然 这哥们儿就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 天生的折腾事 就他如果折腾折腾 觉得很无聊了 他就必须得再闹点妖蛾子出来 继续折腾 当时其实有一年 应该是22年还是21年 就那一年发展得特别顺 他的几家公司都发展得贼好 对就22年 当时马斯克作为创始人和投资人 做的四家公司 他的估值 当时特斯拉是一万亿美元 SpaceX是一千亿美元 Boring Company都到了五十六亿美元 然后Neuralink到了十亿美元 都非常成功 结果呢 他当时书里面评价他的状态 就像一个游戏成瘾的人 结果游戏打通关了 浑身开始不爽了 他必须得搞点事做对吧 在通常情况下呢 他就会去他的旗下的某家公司 找点事 然后把他搞成一场危机 结果那一年他没有这么干 反而他找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就是Twitter 所以你会看到 他整个的人生脉络里面 冒险和折腾的基因 确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 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其实还是他的一个 自我的内心世界 他的所有这些公司 不要看 看上去可能关联度不大 但其实都有一个核心的主线 就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 让人类成为跨行星生存的物种 他自己其实就一直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些公司其实都是 让人类生存几率变得更大 能够实现某一天 成为跨行星生存物种的 一些基础吧 比如说像特斯拉和Solar City 他们的使命在于说 去引领人类走向 可失去能源 不至于那么快能源枯竭 另外的像Optimus和Neuralink 是为了打造人机接口 为了人类免受人工智能的荼毒 对吧 万一哪天人工智能造反了 Twitter其实后来就有人很纳闷 对吧 那Twitter算什么呢 一开始他其实自己 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吧 他也会拿自己一开始 那个宏伟的初心 去套在Twitter上 这个发现套不上去 但是呢 到四月份的时候 2022年 他突然开始自己洗脑 他开始相信这件事 他觉得Twitter也可以成为 保护人类文明使命的一部分 他可以在人类成为跨行星物种之前 去给人类社会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觉得Twitter是个媒体 然后媒体里面就有很多的 所谓的这种偏见啊 极端思想啊 孤立主义啊 他就觉得说 那这些东西越多 对立的可能性越大 出乱子的可能性越大 美国其实也是哈 这几年就是因为 互相很多的极化的言论和矛盾啊 导致美国社会 其实现在对立现象很严重 那他就觉得对立越严重 那人类生存的几率 那就肯定会被降低嘛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 把Twitter打造成一个开放的空间 能够不要那么的极化 去除掉一些洗脑的 不太对的观点 他是不是还想把Twitter 打造成一个金融支付体系 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对那就是延续到 他最早做X.com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 他干的就是这件事 只不过最后跟PayPal 走在了一起 就没有延续他那个事 所以后来他为什么会把 Twitter改名X 你能从那段创业经历里面 找到原因 就是他一直对X念念不忘 对 所以他是真的想去火星 他是真的想去火星 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认真 早前的时候有些人去诟病他 说他你让大家移民火星 那不还是个有钱人的游戏吗 对吧 你让有钱人去 但其实你如果细细研究一下的话 就是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 就前100万移民火星的人 其实是去受苦的 因为他们要去开疆拓土 他们要去当苦力 去建造火星基地 并不是富豪去享受的 他确实是对人类的未来 是有非常深重的担忧的 当然我觉得就这件事情 他自己其实也是自己认知的囚徒 因为他从小 因为科幻作品的影响 因为他自闭症的影响 他其实吸收了大量科幻作品 包括自己也读了很多 哲学相关的东西 他就坚信说 OK 人类未来移民火星 是能解决的一条路径 但其实关于这件事 有很多人是反驳他的 大家也不觉得说 你把人类移到火星上了 地球上打仗 最后就打不到火星上 或者说人工智能 在地球把人类杀光了 就不能哪天上到火星 再把人类杀光 很多人会质疑这件事 但他其实自己 对自己的这个东西 其实深信不疑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马斯克现在非常重 他的身体状况 可能并不能支撑他去火星 对 所以他继续 更加疯狂地PUA他的员工 让他的员工 开足马力跟他一样 因为确实这个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就这个事情 其实从哲学角度来说 人类这个物种 本身就是一个 相信故事的物种 这是赫拉利当年 人类简史那本书里面 去提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说 人类就是相信故事 才能够成为今天的智人 马斯克的移民火星 其实也是千千万万的 故事中的其中一种 那还有很多其他故事 比如说爱情 比如说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循环 自然的延续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故事 只不过马斯克 是他的这个故事的 坚定的信仰者 但是这个故事 至于说普通人买不买账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 终极来说 他其实还是没有 逃开这件事情 他其实也在做一个 宏大叙事 他相信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你也其实可以 从根源上去 挑战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到底 合不合理 到底对不对 它到底能不能解决 根源性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可以去探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没法展开了 这个一讲就讲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马斯克现在还是有一点 在整个童年的PTSD中 他2022年的时候 感叹说 我需要改变我的思维模式 不能一直处在 一种危机跟备战的状态 这种状态 已经持续了14年 或者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感觉他还是在这种 非常有危机感的 环境中去生活的 好 谢谢思远 也非常感谢 冰杰的精彩提问 之前艾萨克森 在写乔布斯传的时候 乔布斯传后来成为了 很多企业家手里的圣经 而且站在科技 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也成为很多年 科技创业的一种风潮 不知道这次 马斯克传的推出 会给大家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的播客 作为预热呢 是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八卦 那马斯克真正怎么把 这些公司做起来的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书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中国的听众 欢迎在苹果播客 小宇宙 喜马拉雅 蜻蜓FM 励志FM 网易 云音乐 QQ音乐上来订阅我们 海外的听众 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mazon Music上来收听我们 特斯拉和蔚来的车主 可以在你们的车载音频渠道 搜索 硅谷101 就可以收听我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